一年里头头半年的假比后半年的假多 不知道您算过没 您看啊 这过完元旦啊 是春节 春节后头是清明 清明完了呢 就五一 五一后头是端午 这一连串的圈节 现在啊 清明节已经过了 五一长假也不远了 今天五一放假通知出炉了 连休五天 这个具体的日子啊 我给您捋一下 四月三十号到五月四号 有两个周末呢 是需要调整为上班的 分别是四月的二十四号 那是个周日 还有五月的七号是个周六 这五一国际劳动节 大伙有啥打算 有什么期待 也欢迎您到咱生活导报的公屏上 来留个言 咱们啊 也提前规划一个大目标 再来一个保底目标 如果说都实现了呢 不是更好吗 对吧 对吧